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赛季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呢 确认确认一下 日附克维奇是不是蹭到了 没错 四两拨千斤就这样的化解了对方的这样重压之下的防守 二比零了 这才是日附克维奇本场比赛的第二脚打门 也是第一脚中目标打门的 看看啊 不越位 没有任何问题 没哪儿低低啊 脚后跟一颗 日附克维奇横敲到中路 跟进的产射来自宋文杰 本来呢 日附克维奇是想要投之以逃 报之以礼 但是呢 宋文杰这下没产到位 可以好好利用的 因为这个平均升高呢 要更高一些 哎哟 话音刚落 这个球就鬼使神差的转进了大门了 这时候我们再回看一下啊 喘起来 哎哟 这个球李提香还真没碰着 李小明在跟一腾的时候 刚好呢 把身后李志的视线给晃了 这更加接近于一个乌龙球啊 再看一下日附克维奇抹过来了 右脚打门跟进再推射 漂亮 这是宋文杰 之前呢 说了半天宋文杰 没想到这场比赛 手球也来了 来自日附克维奇的打门 随后门将虽然第一下反应很快 把这球给扑了出来 但是呢 没打远 又是日附克维奇突然起诉了 接着那切 日附克维奇 右脚打门 第五个 今天广州复立的这个进攻三叉戟 总算是发挥出威胁了 你再看啊 日附克维奇 嘿 延续的内切 随后一个贴地展打圆角 5比0了 这场比赛的广州复立 已经可以宣告拿下比赛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登场的 漂亮 一个反右卫战术 看看这次左脚打门又来一次 门将的破旧 靠近中线的一次过顶的长船 随后呢 克维奇想来一个零空展 但是门将反应够神速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年线提升一些 把U23政策变成U21 甚至是U19 哇 又来了宋文杰 单挑对方防线 再看啊 哇 这个球叶楚桂是真的聪明 我们其实再回看一下 这个球啊 这是个人直到黄荣 但是我们大家平心而论啊 其实宋文杰这个球遇到的难度真不大 这个长州赛区的第二轮呢 哎呦 我先看这下啊 哦 黄振宇大不流行向前汤 黄振宇来交大门 掉门得手吗 哎呀 哈哈 白场先生 黄振宇啊 下个月月初呢 就要开始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比赛了 哦 星巴耶夫这一步汤球 人球分过 做得很好 看看 唐窗 右脚大门 漂亮 后卫出身的唐窗 在这场比赛当中 被顶到了封线上 这个球 星巴耶夫是体现了他的速度的优势了 但是呢 自己球没带好 随后再横传过来的时候呢 防守球员把他挡住 这个球啊 其实是复利的后防线呢 出现了注意力上的不集中 那么今天的当值主裁呢 贺凯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